7月6號 韓國電視臺MBC公開指責 中國熱門影視劇《真修記》的劇情 與韓國著名電視劇《大腸筋》高度相似 其他韓媒也指 劇中的服裝、化妝、道具、美食、照搬大腸筋 連劇中的五花腩包蘇紫葉都是韓國飲食的特點 《真修記》講述民間出身的年輕廚娘林曉曉 單身進皇宮闖蕩 劇中成為天下第一御廚 並與太子相知相愛的故事 而韓劇《大腸筋》講述民間女子徐腸筋 成長為一代御醫的故事 整個劇中貫穿了人意理智性的儒家傳統道德精髓 2003年熱播史曾引領韓流風靡全球 中共《環球時報》5號以韓國網民又來找查樂為題聲稱 《真修記》劇中展示的是中國美食 劇中人物穿的是中國的明朝服裝等 但文章迴避劇情與大腸筋雷同等問題 韓國成慶女子大學教授許鏡德在臉書批評 這是賊喊捉賊 關鍵是在中國盜竊韓國文化資訊的現象一直蔓延 非法下載韓國人氣綜藝及電視劇等內容進行流通 隨意使用韓流明星肖像泉等等 《每日經濟》稱 《真修記》在中國視頻平臺播放外 4月7號也與迪士尼在線流媒體平臺迪士尼Plus上線 但播放地區不包括韓國 這加重了關於剽竊的爭議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說 中共政治高壓下 中國很多年沒有質量高的文藝作品和精湛的電影了 所以只能想辦法去剽竊人氣高的韓劇 中國現在的現狀就是大量的抄襲別人的作品 或者是篡改別人的作品 因為在中共嚴酷的言論控制之下 中國的文藝創作空間已經完全被禁錮 那些創作人本身的智慧 才能 思路等等 都不可能得到發揮 也不敢於去展現 盛雪說 大長津是家喻戶曉的電視劇 這樣的電視劇被抄襲 並不令人意外 文瑞說 很可笑的 中共在文革期間 燒毀古書 搗毀孔子廟 但現在卻又要搞忌孔大典 還要到韓國來學習 反正韓國整體在東方文化 它這種發展的高度和繁榮程度 是讓中國政府感到了一些緊張 緊張有的時候就體現出一種奴隸啊 甚至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吧 不僅電視和電視劇 中國多個真人秀節目 也都涉嫌剽竊韓國的相關綜藝作品 由於隨意剽竊仿造未然成風 屢遭詬病 首先要搞定 更加快 然後再放棄 雖然說 對 我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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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